上星期,一華牧師繼續解答問題部分 為什麼它能捕捉到Webbot提及的站身字眼 以及這些字眼與啟視錄之間的關係 原因,現時世界的轉變 正是地族將要轉移的現象 地極轉移之前,全世界所有候鳥 以及依靠磁場生存的水族生物 也因為被擾亂而導致方向錯亂 並且,地池除了可以保護地球 抗拒宇宙輻射之外 也可以抵消風暴 所以,當地池變動時 會導致很多原本不會遭受強風吹襲的地方 也會出現暴風 甚至出現啟視錄所提及的地的四風 再者,地池能夠阻隔極地漩渦 所以,當地池減弱,濫激和北極分散 引致原本不是寒冷的地方也變得寒冷 當科學家還未認知這些連鎖反應的時候 Wedbot卻已經預測得到 並且,這些連鎖反應也很吻合啟視錄所描繪的災難 聖經提及,太陽會燒毀地上三分之一的青草和樹 同樣地,如果失去磁場的話 就不能夠阻擋輻射,令太陽能夠直接燒毀所有的植物 根據當年的科學文天記載 若果地球出現20個磁極的話 數星期之後就會產生地續轉移 但是,去年南極出現了20個磁極 而今年則在北極出現了20個磁極 所以,地續轉移很有機會在今年發生 此外,缺乏地池也抵擋不了太陽風 導致大部分大氣層消失 人亦都會因缺氧而死亡 並且,當磁場消失之後 很多大有磁性的磁石將會直接撞擊地球 卻不輕易被燒毀,由月火星和月球一樣 如同啟視錄所預言 很多磁石墜落,以及有硫磺雨火出現 只是因為磁石大部分都是由硫化鐵組成 當地池倒轉的時候 沿岸200英里的地區都會被水覆蓋 並且,整個地球的板塊都會以扭動的方式震動 就好像最近有一些地方板塊的震動 都是因為板塊扭動所致 意思即是同一板塊 這一邊震完之後 另一邊亦都隨之震動 再者,地池轉變亦都會導致海流改變 原因,所有海流的形成都是源於磁場 當地池減弱便推動不了引擎 令到海流改變 引致尺度的熱力不能被南北極冷卻 因而產生極端的天氣 墨西哥灣流遊事件 就是要掩飾墨西哥灣海流改變的事實 故此,磁場改變 將會導致很多如啟視錄所預言的災難出現 當磁場永久被中和或消失的時候 很多地方的極端天氣將會變成氣候 而出現的時間表 亦都必定可以從現實出現的物理現象 計算出操略的時間 因此,因此觀察天氣 同時亦要觀察宇宙的天氣 事實上,天氣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 冷空氣是上下流動的 突然間變冷的地方 就是地池不能抵擋外太空-273度的冷空氣 當冷空氣下降到地上 如果到達地面的時候 就會成為了南北極 並可以造成冰封場武將的情況 所以,北半球磁場破口越多的話 冷空氣就可以直接進入 所以,當看到Web Bot的預測時 就會明白七年大災難 原來就是地續轉移所產生的全面性現象 而今次的地續轉移 與上幾次發生的原因相同 其實,宇宙是按著某一個拍子和星頻所控制 這個星頻令到宇宙萬物、人類、動物、植物 都按著黃金分割而被創造 甚至各個銀河系 也因著黃金分割而成為漩渦狀 以各自依據自己的循環而運行 人類和整個世界也活在同一個漩渦之中 當南半球和北半球拔走水塞蓋之後 水向就會以不同的方向流動 甚至古事、思維、情緒 也活在同一個漩渦之中 人類的審美眼光 也會覺得按著黃金比例 而繪畫的圖畫或相片 是比較漂亮一些 所以,神將這個秘密放在天上的眾星 讓人知道 並且其實包括基薩金字塔 私生人面杖 火星上的西頓 也都是按照黃金分割而設計的 人類活在這個大漩渦之中 只要用星頻控制一堆沙的時候 在某一個頻率之下 沙粒就會變成漩渦自轉 故此,人類只是用格而不是設計格 因為這個星頻是由神的說 所產生和推動 也都因為如此 神的預言是不留的 星頻創造讓我們知道 地球所存在的特性 是一個循環 上一次的地族轉移 是發生於摩西時代 前一次就是發生於羅亞時代 歷史書《Cobrine Bible》 就記載了當時地族轉移所發生的情況 而當時技術的情況 於2009年之後 也都逐漸開始發生 原因,Planet X 也是依據這個星頻所造成的循環 每隔一段時間來到地球 在今次的循環之中 神的星殿將會完成 教會也會被看 也是啟示錄所提及的七年大災難時代 因此我們一定要研究和警醒 免得這個日子好像賊一樣來到 例如當明白地池減弱 多磁極令到全世界的暴風到達某一個階段 連人類的儀器都不能夠測量到它的速度的時候 這個就是啟示錄所記載的地的四風 當地球接收到能量 卻是沒有地池保護的話 風速一定會很高 照常理,南極的風不可能吹向北極 事實上,南北半球吹的風是呈相反方向 就好像一個摩打 當磁場反轉 摩打就會按住相反的方向轉動 所以風暴會在尺度被中和 地球磁場位於地理上的南北極 而風就仿似是一個線圈 當行雷、閃電、旋風 就是天氣與地之間放電、釋放能量 就好像受到磁場影響的線圈在轉動一樣 在天空出現打轉的空氣漩渦 但是如果磁場消失 風暴就可以從下方一路吹向上方 即是由南極吹到北極 其實不僅是地球 即使是被地球帶130萬倍的太陽 刺激也可以在一天之內倒置 總結感染部分 一華牧師解釋 Wedbot很多對於2013年的預測 因著時空接接的緣故已經在2014年出現 因此接接到2015年的機會不大 因為已經沒有任何預測 可以留待2015年的時候發生 再者現時的極端氣候 就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先小標記 Marker 我們能夠擁有穩定的天氣 亦都是因為強的地池的緣故 但是當地池減弱之後 就會產生極端氣候 就是冷空氣與熱空氣的極端對流 產生暴風、落搏、降雪、氣溫突降 既然Wedbot對於極端氣候、地理、大自然災害 地池轉變前所出現的徵兆的預測 都是非常準確的話 以此估計 但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的時間 就會更加準確 其實上年出現多過南極 今年出現很多北極 這就是地族轉移出現的最後通疊 作為智慧人 應當看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在這一年發生 免得我們經常以為是在2015年才發生 就不作預備 以至離不及應變 這個星期 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榮耀盼望訊息 www.blog.com